熱騰騰白飯配上鮮嫩雞肉片 再淋上雞油 嘉義著名火雞肉飯 吸引外地遊客前往 為了吃上這一口 造成不少停車軟巷 嘉義市無縫 北陸籍民族路上 多家知名火雞肉飯店 遇到用餐時間 時常有民眾違規停車 警方巡邏汽車違停黃線上 遠景下車 置單舉發 不只這樣 人行道上滿滿機車違停 行人只能繞著走 紅線上也停滿轎車 至六月十七日起 每日規劃警力於十八至二十時 加強該路段勸導及取締 七月一日起擴大全時段規劃勤務執行 針對並排停車 佔用人行道停車 嚴正執法 警方統計至六月二十六號 舉發違規停車一百二十九件 勸導三十件 違規情形有大幅改善 嘉義警方針對暑假旅遊旺季 遊客多加強取締 呼籲民眾千萬別貪圖 一時方便上了荷包 三地線我廖國雄 陳怨安嘉義報導